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疙瘩汤的做法 这样做的面疙瘩口感不仅劲道爽滑 而且还能够为人体提供大量的优质蛋白 不用加一滴水就能做出粒粒分明的面疙瘩 实在是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先把配料准备好 两个西红柿洗干净 用削皮刀把表皮削下来 这样比用开水烫去西红柿皮更快速更方便 以后再去西红柿皮使 大家可以这样试一试,真的是太方便了 再把西红柿蒂削下来 这样吃的时候不影响口感 接下来把西红柿先切片 再改刀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碎丁 西红柿切好后单独装入到盘中 下面再准备一把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我这里用的是铜薄 洗干净把它切成小段 然后单独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木耳提前泡发 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后装到盘子里 最后再切点葱姜蒜 装入盘中就可以了 下面再准备一只小碗 向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打好后先把鸡蛋搅散 然后放一边等着备用 再取一小块豆腐放入盘中 用叉子把它压成豆腐渣 豆腐我们喜欢用老豆腐 压成像这样比较细碎的豆腐渣就可以了 下面像大一点并且深一点的平盘中 倒入一少面粉 然后把面粉摇均匀 取出一半的豆腐渣放进来 接着摇晃盘子 使豆腐与面粉先融合在一起 碰见大块的豆腐可以用叉子先搅碎 再接着摇 一只摇到像这样 有明显的面疙瘩出现就可以了 再把另一半豆腐渣加进来 然后再加入一勺面粉 用叉子先把面粉搅拌均匀 接下来继续摇盘子 一直摇到有粒粒分明的面疙瘩出现 像这样粒粒分明不粘连 如果粘连撒上一点干粉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下面起锅热油 先开大火把锅烧热 烧热后倒入食用油 下入葱姜蒜 炒出蒜香味 香味出来后倒入西红柿丁 先加入食用盐 这样可以快速炒出西红柿里面的汁水 像这样汁水已经炒出来了 再根据家中人口数量和面疙瘩的数量 向里面加入清水 然后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烫汁不一定是西红柿的 做自己喜欢的就行 烧开后先把木耳下进来 再加入蚝油 生抽 调下味 再次烧开下入做好的面疙瘩 再用勺子快速搅拌均匀 防止粘连在一起 面疙瘩煮熟就可以下入青菜了 把青菜煮至断生 沿着锅边倒入鸡蛋液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利用余温把蛋液烫熟 然后出锅前淋一点小末香油 用勺子把香油推散开 香喷喷的疙瘩汤就完成了 这样做的疙瘩汤 面疙瘩虽然是用豆腐搅拌的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疙瘩汤的口感 特别的劲道爽滑 又在无形中补入了大量的优质蛋白 不喜欢吃豆腐的也可以吃豆腐了 做法简单又好喝 关键又营养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再试试吧 我是阿胖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点我头像还能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